东汉末年分三国 但是其实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最有实力分天下 本是东吴和曹操 而刘备手下虽然有武将 但是谋士却没有啥 一个人打天下 不能只是单靠文或者单靠武 一定要两者结合才可以 所以说刘备的起点真的是非常的低 后来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谋士叙述 这对刘备来说可是一个宝贝啊 但是很不幸的是被曹操逼走了 刘备的处境又艰难了 不过好在他临走时给刘备提供了一个人才 然后才有了刘备三国茅庐的故事 而诸葛亮在还没有出场的时候名声就非常大 最要来源于两点 一是叙述的推荐 还有就是水晶先生的那句扶龙奉楚 两人得一扣安天下 而诸葛亮刚出山就帮刘备做了一件大事 就是在赤壁之战中联合东吴打败曹操 也正是因为这场战役 让刘备占据了荆州 在这个乱世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后来唐统也来到了刘备的麾下的一人 可得天下的两个人都在刘备的阵营里 似乎刘备的天下是稳稳的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结局 刘备并没有统一天下 是诸葛亮和庞统 名副其实吧 很显然不是 其实是因为沃龙奉楚的其一 可得天下 还有后半句就是子初孝直 若王一人得看是男性 子初和孝直说 那就是刘八和法政 这两个人也是擅除其谋的谋士 但是可惜的是这两个人 都紧跟奉楚的步伐 英年早逝了 刘备手下谋士凋零 只剩下诸葛亮一人鼓掌难民 而在刘备请诸葛亮的时 后水晋先生还说了一句话 沃龙虽的其主 不得其使也悉灾 所以最后刘备这天下 也没有得到